看看大作站第三阶段限水区域 是石门水库供水区的新北市板心 林口还有桃园地区 是采供水5天停水2天的坐板 预计将影响35万户 新北市府与自来水公司提供了 127个临时供水站 其中新北市林口区就有13个 临水供水点放置了2吨的除水桶 提供民众取水 根据过往停水的经验 可能会到礼拜五 所以我们的供水站也会一直摆设到 礼拜五的下午6点 民众表示停水第一天还能取水塔用水 不过以防万一前一天已经先行除水 有准备桶去买装水的那种桶 昨天有装 装满 今天还好 今天没有很热 不用洗澡 干洗就好了 限水第一天没有出现大批排队人潮 只有零星民众前往取水 因为多数民众有主动除水 第二天陷水的时候应该会出现人潮 因此如果临时供水站不足 将请消防队协助供水 但是民众具备危机意识 自主节约用水才是有效的做法 既然说无流行本市领口采访报道